在一个很遥远的东方 有两位蝉狮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 他们一同乘船穿越瀝虎内海 船行至一片宁静的水域 日本蝉狮情不自禁地赞叹着周围的美景 你看 日本的海水是多么清澈 山色是多么翠绿呀 看到如此清明的山水 使人想起那长在清水里的美丽的山葵花 中国蝉狮微笑着 却对这美景有着不同的看法 日本的海水果然清澈 山景也美 可惜 这水如果再浑浊一点就更好了 日本蝉狮感到非常惊讶 不解的问 为什么呢 中国蝉狮缓缓说道 水如果浑浊一点 山就显得更美 像这么清澈的水只能长出山葵花 如果浑浊一点 就能长出最美丽的白莲花 日本蝉狮陈思卓 突然明白了中国蝉狮的意思 他们的对话 让他领悟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清澈的水域中 只有坚韧的山葵花才能顽强地生长 而在浑浊的环境中 却能培养出纯洁 高贵的白莲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和人际关系 有时 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和考验 面对诱惑和压力 我们可能会迷失自己 变得浑浊不堪 然而 真正的智者 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大染缸里 保持内心的纯洁和坚守自己的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各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有些人虽然表面上和善 却可能心机深重 有些人则可能因为外表粗糙 内心却蕴藏着善良和真诚 因此 我们在选择朋友和交往的时候 不应该只看表面 更要看清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真实面目 这个故事深刻地教导我们 做人要真实 善良 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守道德底线 在污浊的环境中 能够保持内心的清澈 就像那盛开在浑浊水域中的白莲花一样 表现出真正的智慧和高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